我已經講很清楚了 對台北市長來講 路要平 水溝要通 市民生活快樂 口袋有錢 這就是我們做一個市長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已經講很清楚了 如果你問我的話 台灣這個社會在整個東亞或亞洲 它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另外一個當然是環保、人權、法治 雖然不是很好 不過相對其他國家也不錯 對我來講是把一些普世價值的實現 在台灣社會的實現 就是我現階段的台灣價值 總統可能提到的是比較兩岸關係的台灣價值 還有台灣獨立精神等等 這個就是 其實是這樣 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一些普世價值 這個是我們台灣 台灣社會它 不管是進步性或是獨特性的一個表現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自己做得好 就能夠突顯跟人家不一樣 段儀康說你的台灣價值是認同希特勒跟納粹 你有認同這件事嗎 所以你不講話是指什麼 段儀康的這樣的說法 對於民進黨這樣對你 不是啦 我跟你說 你在馬路上走 如果巷子口有一隻狗衝出來咬你一口 你怎麼辦 難道你也衝上去咬那隻狗嗎 不用吧 所以言下之意是段儀康是狗 你哪一牌 說完我每次說台灣社會最大的亂源就是媒體 所以你們這些記者很可愛 可是你們 senate稿子回去寫一寫 那個標題我一看我都嚇到了 他說什麼 維嗆 總統 拜托 兒子 這砧�да 平哭直訴講 所以是這樣 你們就每天先製造一個聰動的标題 不管內容怎樣 然後那些 問題是大部分人也不會標題看一看 就已經血壓性上升了 他在讓綠營的基層對柯文哲不滿 然後開始製造惡性循環 我跟你講本來台灣沒事的 都是這些媒體把台灣搞得亂七八糟 但是約定中還是會仔細看說你到底講什麼 他們還是會去了解說你講的是什麼 可是你講的話讓他們也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要反問總統他的台灣家這個事 其實我已經講很清楚 這就是總統跟市長高度不同 處理的問題也不一樣 總統要去處理國安外交 這個統獨兩岸 台北市長不用 所以我一開始就點名說這個高度不同 要處理的問題也不同 所以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這個讓什麼雙一口氣 這個 他其實他當時要選也是選新北市 也不是規劃來選台北市 所以這本來就跟我就無關 唉唷 遇到再講 這個一樣 你們這種題目問題百變 我的答案都一樣 每天把每天該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不是吧 我們可以進行的時候 看看兩岸 尼古巨星的一口氣 這個問題也不做真的 我們可以進行的時候 我們應該進行的時候 就剛剛去看 這個問題有些問題 就這是什麼事 有關門的問題 對